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慢性阻塞性肺积 这个事实上是 如果随着年龄的老化的话 它是一个我们身体肺部 尤其是小肢气囊功能 这呼吸的功能 正常的一种退化的现象 所以当然是如果说抽烟 或者空气污染 或者其他的疾病 感染 反复的感染 那会使得这种的 这种的退化性要更严重 或者是它组织的伤害 很严重的话 它就很快在年龄期间 很早就出来 对于COPD的病人 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病人 它随着它的病情 如果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虽然在起初 病人不见得外观上 有什么跟正常人 有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随着它越来越喘 越来越觉得呼吸困难 甚至因为长期的在家里 或者是长期的卧床 或是减少它的活动量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在身体外观 会发现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 第一个就是它在 因为运动量的减少 我们会发现它的手脚的四肢的 这些的肌肉会有萎缩的现象 那另外的 因为病人长期的用 我们所谓的呼吸的一个 辅助肌来呼吸 因为正常的人 我们是用我们的横隔膜来呼吸 不过对于COPT这样的病人 它长期的呼吸困难之后 它慢慢的就会使用它的辅助肌来呼吸 也就是我们会发现肩膀上面 还有胸部还有背部这些地方的肌肉 会使用的频率会越来越频繁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它的肩膀会慢慢的越抬越高 那两边的上肢会慢慢的往前面移 它会看到它的身体越来肌肉 因为长期的一个运动量的减少 还有营养的状况的不足 那它你会发现肌肉会有萎缩的现象 想在门前栽植一些蔬果 背上竹草鸡活动了几分钟 就又停下休息 大口喘气 它说现在一天只能做一点点 没想到因为喘 让它许多想做的事都不能做了 口头口头做不了 就找医生 那么我就保持注意 我想飞机人把它修理好一点 想像机械一样修理好一点 结果住第三天 它打针 第三天 就开始鼓肿 哎哟这不对哦 我说哪里三天都肿的这样子 棒棒 但是这很苦 这里很苦闷 就这样顶到 这呼吸很困难 就这样子 这样子呼吸 很短 呼吸很短 结果呢 短没关系 呼吸会有声音 什么声音啊 这样很爽 住院时 大量的肺固醇和抗生素 当然没治好它的病 也没弄懂到底自己是怎么了 医生说它是肺气肿 可是什么是肺气肿呢 肺气肿和慢性直气管炎的病人 统称为慢性阻塞性肺疾 英文简称为 COPD 长时间的抽烟历史 是产生这个疾病的原因 再来 像空气污染 工厂排放物 或长期在肮脏空气下工作 这些都是造成疾病的主因 所谓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当然就是肺部的一些受伤 所产生的一些病变 那当我们呼吸道的疾病 大概不外乎跟环境的一些因子 所以相当有大很大的关系 那一般以前我们的认知来讲 都是认为说 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产生 跟抽烟是有绝对的关系 抽烟的时间越久 抽烟的量越多 那所产生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机会就越高 那这是不可分的 可是我们现在知道说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都会产生所谓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尤其是地球的现在的环境来讲 越来越糟糕 包括所谓我们工厂的一些 排放一些毒性物质 包括我们居家环境里面的一些毒性物质 包括一些过敏源 这些一旦被我们长期吸到 我们的呼吸道里面来的时候 就会产生我们所谓的 慢性阻塞性的肺疾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